当身价过异的孙宏雷对工人说出这番话 我才明白极限挑战为什么能成为综艺天花板 在某期节目中 男人帮重返80年代 化身厨师给工人们做饭 比赛开始前 罗志强被无认成了无客群 要是换了其他明星早就翻脸了 但男人帮直接用玩笑化解了这场尴尬 由于是给工人们做饭 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生怕让工人们吃到黑暗料理 罗志强的一句话 更是打脸了那些 把浪费食材当噱头的总义 虽然是个比赛 但男人帮在做饭时 却全程互相帮助 只为了能让工人们能快点吃上饭 里面还有葱姜吗 有 给块姜给块姜 做好饭后 大家立马来到窗口给工人盛饭 按照比赛规则 两组队伍要互相卖对方的菜 因此为了让工人们去吃自己做的菜 男人帮们想出了各种点子 可当听说工人们都是拿饭票买饭时 大家立马正经起来 不管工人们选择谁 都会盛上满满的饭菜 绝对不存在食堂阿姨打饭时的手抖行为 上一天班 就算有人没吃饱 也可以免费加菜 直到给工人们打完太后 男人帮们才开始吃饭 并坐在工人旁边和他们边聊天边吃饭 黄磊更是蹲下来和工人说话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对于男人帮来说 比赛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看到大家吃完自己的饭菜 他们的内心已经非常开心了 当白鹿因为一具冰箱里有碗被其他明星嘲笑时 当王祖兰请粉丝吃饭指点一个菜时 只有极限挑战让大家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或许这就是极限挑战能成为综艺天花板的原因吧 关注用战能源 少许这种某种